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吗 挺像的 大眼睛 这 天哪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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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像个女孩 那这个鬼是为什么 是刚从哪里上来吗 可能是因为没有光 就是光线不太好 我的天哪 也是我 好可爱 那会儿 有这么夸自己的吗 太可爱了吧 也 这是吃胖了 你也是看过的 这是吃胖了 然后后面是我跟我奶奶 不是 这种照片你都拿 那个学生证都拿的吗 太实诚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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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有更胖的呢 还有比那张更胖的呢 哎呀 这 哎呀 这这个环节真的好吗 就在这抱抱丑照 我想挖个地方钻进去 就拍去了给大家看 天哪 哎这张还行 这张 一雪前吃了 可以 可以 这张是我拍卡丁车的时候照的 那不是一个人的感觉 那倒是 那倒是 继续 这是我姐结婚的婚礼现场 就北方嘛 就 结婚不都是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婚礼就应该是一个 很效忠的 就是 值情想请的这种人 哇那咱俩可能真的 我 我幻想的婚礼是要很大场 那你希望亲朋好友都来吗 你不认识的人来都行 就是我希望那个场景会很大很大 我希望的婚礼就是一个私人海盗婚礼 就是只有那个岛 然后叫一些很不错的朋友啊 父母想的就去不愿意去拉岛 女孩就是举办两次 就是 嗯 就给跟朋友们举办一次 然后再跟父母家的人举办一次 啊 可是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 可能 就是大家都希望一生只有一次婚礼 那一生就办一次 那为什么 那就有钱多多花 钱少少花呗 那对啊 一生就办一次 为什么就要请那么点人过来 不是 不是请那么点 就是请真正带着祝福的人来 就真心祝福的人来 我觉得咱俩不同 不同的点在于是 你觉得浪漫 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场景下 就是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但是我是那种 比较喜欢大场面的浪漫 就可能这是咱俩不一样的点 我觉得就是 谈恋爱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 啊 你觉得谈恋爱一定要结婚为目的 嗯 就是一定会有那种很责任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是一个很责任感的人 那我是觉得我觉得婚姻不是束缚 就是没有必要抱着啊 我跟你在一起 那咱俩就一定要结婚的心态去谈恋爱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所以说我认为 我其实认为谈恋爱跟结婚是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你跟这个女生走不到结婚那一步 就是你就不会跟她谈恋爱 那如果在谈恋爱结婚了之后 你发现你对她没有感觉 这些我只是我 这些我只是我一个想象 我一个很理想 我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下 行 说累了 好 我都口干了 咱们回去吧 这个是你吗 对 这个真的看不出来是我 看不出来 对 我小时候特别像个男生 这样看是有点 但这个肯定不是 还有这个 这也是你 对 是的 这确实有点像男生 对吧 对 确实有点像 下一张 这个 怎么这么少女啊 这照片 这照片 这时候已经到上海了 爸妈在做生意 做生意在那个店里面就这样 她特别像女孩子 从小学开始就长得特别像女孩子 然后就很白 然后很像女孩子 其实我太喜欢了 我们那个那个时期 挺可爱的 这是我们老板家的小朋友 哦 对 他刚出生 当出生的那小孩 对 然后呢我就急不可耐的 我就说想去看看小朋友长什么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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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